好来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进度这边 继续我们的进度这边 那上一节我们在这个立题一这边的第一小题的时候呢 老师讲过就是说 把这个 这一条x-y等于0 那它往右边移动 我把那个比较出来 这样子画一下 向右边平移一个单位 对不对 向右边平移一个单位 所以移动到10这个点 移动到10这个点 那么就会产生一条直线出来 那本身x-y等于0这条直线 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的特性就是叫做m会等于1 斜率等于1 那么你又移动到了新的点坐标叫做10 对不对 所以利用这个斜率等于1 还有10 还有10这个点 利用这两个条件 我们搭配我们高一讲过的点斜式 老师刚才下课把这个公式打上来 y-y0等于m乘x-x0 也就是说10这个点就是我们的x-y0这个点坐标 m就是1对不对 所以利用这个点斜式 我们就可以把平移过后的新的方程式找出来 就是谁 就是这个x-y等于1 就是x-y等于1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平移过来之后 所产生的这个方程式 当然就视觉上而言说 我们就看到了一条新的直线 对不对 看到一条新的直线 但它的方程式是可以找出来的 可以利用我们高一所讲过的公式把它找出来 那所以一样的道理 我移动了两个单位长 移动了三个单位长 它就是变成 移动到20这个点 移动到什么 30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接着下去 维持同样的m等于1之后 我们再去做针对20 还有什么 针对我们的30 利用我们的2030这两个点 搭配斜率等于1 搭配我们的点斜式 就可以找到我们要找的所谓的 平移过后的方程式分别 就是x-y等于2 还有什么 x-y等于3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都有一点点 算是在复习高一的东西 它不是新的单元 它不是新的单元 这都是以前学过的 都以前学过的 那么 所以立体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它是请我们去 去制造 去make 去产生 create出来 一群 平行的直线 这一群平行直线 就像我们图形3这边所看到的 本身这条蓝色的线是x-y等于0 这是一开始的 这个原始的第一条线就对了 好 绿色的线就变成是一格 平移一格 黄线平移两格 红线平移三格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记得 就是说平移一单位 两单位三单位 你就找一个点来观察 找一个点来观察 譬如说像老师刚刚就找原点 你以原点为准 我往右边移动一格 往右边再移动一格 往右边再移动一格 就会移动到新的点坐标 那么利用这三个新的点坐标 搭配我们的斜率1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点斜式呢 把他们的方程式找出来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产生出了一群直线 那这一群直线 现在老师把框起来 包含原来的蓝线 绿的黄的红的 对不对 这一群 他们就是所谓的平行直线系 所谓的平行直线系 也就是说这一群直线 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的特性就是 斜率都是1 但是怎么样 他们的location 他们的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特性 叫做斜率等1 所以彼此平行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利用高一所讲到的点斜式 我们去创造 去制造出来的一群直线 他们是有关系的直线 而不是这个乱七八糟 什么关联性都没有的直线 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 老师我们为什么只做平行直线系 我们要不要做垂直线系呢 当然以目前这个第一章单元而言 并不必做到垂直直线系 我们只要用到平行直线系就好 那至于为什么要用到平行直线系 我们后面会讲到 第一章的后面就告诉你说 为什么只要做平行 不要做垂直 那当然也许以后有什么地方 需要用到垂直的时候 我们再说 那即便做垂直 说真的 垂直的公式是什么 就是他们斜率相乘是负一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要去做垂直的直线系 我们只是改变斜率 那么你一样移动一个单位 移动两个单位的时候 我这些点坐标是不变的 那我只把斜率改变之后 再搭配相同的点斜式 就可以做出一群叫做垂直直线系 这是可以的 只是说目前我们不要做 目前暂时没有这个需求 要做是可以的 要做是可以的 来 所以立体这样子 其实就不难 因为他就是把高一所讲过的东西 稍微再把它延伸一下 除了做一条线之外 再做第二条 再做第三条 然后把这一群 这一群人 不是这一群人 把这一群直线 这一些直线 把它给了一个 比较笼统的名称 叫做平行直线系 大概就类似像这个样子 好 那么看到我们的水晶内袭 看到我们水晶内袭 也一样的这个 我们把画面拉上来 画面拉上来 所以一样的用相同的点斜式的公式 我们去做水晶内袭 我们去做水晶内袭 这边 我们看到水晶内袭这边 我们把它做一个助记 来 他说呢 利用立体一的这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直线注意哦 向左边平移 刚才立体一本身是什么 向右边平移 现在我改变 向左边平移 好 一样 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三个单位 我们得到L4 L5 L6 好 一样 画出来直线 第一个动作要画线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求其方程式 所以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每一个问题 不管你以后看到的是 中文也好写的问题 或者是英文用英文写的问题也好 一定要搞清楚题目在问什么 好 那么问什么 我们就回答什么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不要答非所问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因为当然我们过去一年半 都是线上课程 没有办法真正的发考卷给你写 让你去写写那个实体的考卷 不过确实真的 因为以考数学来讲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考选择题 一定会考一些填充题 或考一些计算题 对不对 所以每次如果写到计算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同学 乱写 或者是写了 不知道 写了一堆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个就是 答非所问 因为 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他可能跟你讲说不知道啊 或者是他看错题目 或者怎么样 所以真的看要搞懂题目问什么 是很重要的 来 所以来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以旋类型的角度而言 第一件事情 先画出三条线 画出三条线之后 再去找到他的什么方程式 对不对 来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画 画的方法跟刚才立体一样 只不过我是向左边移动 所以这时候一样 请同学把 找一个点 原点 以原点为准就对了 这时候当然同学可能会讲说 老师 我可不可以以 譬如说我在这边 这个点是33 我可不可以以33为准 向左边一格 当然可以 但是只是说 你用33为准的时候 跟00为准的时候 00的数字比较简单 比较好算 33的话呢 变成说比较 数字会大一点 所以我们会建议同学 用00就好 不要没事去找一个 这个什么 譬如说 富2富2其实也是可以 只是说我们就用 简单的数字做 这样子比较不会做错 比较不会做错 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 以00为准 向左边移动一格 对不对 向左边移动一格 所以这时候移动到的格 是不是我们把它的 座标写一下 就会移动到谁 就移动到我们的 负1 斗点 对不起 没有打到括号 负1 斗点 0 对不对 就移动到负1 斗点 那 本身 减Y等于1 对不起 本身 减Y等于0 这个直线 它还是一样 有一个什么 协力等于1 这个是没有变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还是 以这条线为基准线 以这条线为准 找一个点00 向左边移动一格 移动到谁 负1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们还是维持刚才相同的做法 把负1 跟协力等于1 两个 用 那个点协式 去做 Y减Y0 等于M乘1 减0 X减S 0 这样子去做 那么 这样子就可以做出来 它的方程式 所以这个做法 都跟刚才的是一样的 都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在做第二个点的时候 你就变成移动到谁 移动到 再移一个嘛 对不对 两个单位长 再移一个 只要多少 三个单位长 所以 就会到负1 0 到什么 接下去 你就会发现 就会做到谁 我们接着把它打完 你就会移动到负2 0 然后呢 负3 0 所以相同的手法 我们去做两次 你的点坐标 就会得到负2 0跟什么 负3 0 那么一样再去做我们的 所谓的叫做 点斜式的计算 所以老师再次强调 就是说 这里所用到的公式 没有新的公式 都是以前讲过的 拿来算是一边复习 一边把它做一个应用 所以 那么找到的方程式 来我们看到下面这边 我们把它推上来 来我们看到下面这边 这个要把它清掉 所以Zoom比较麻烦一点 他每一次这个 要把这些 绘图的部分把它清掉 绘图部分把它清掉 来 所以这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手要练习的结果 对 所以 如右图所示呢 直线L0是 过远点且写6为1 这个没有问题 一开始的基整线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 向左平移 向左平移 所以移动到这边 -10 -20 -30 那么找到这条 绿色的直线是谁 X-Y等于-1 刚好 它的这个 方程式呢 就是你从00 移动到-10 就是等于-1 两格等于-2 三格等于谁 -3 所以 这三个方程式的找法 都跟立体一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新的做法 那么 同样道理 立体一呢 是往 右边找的三条线 对不对 现在是往 左边找的三条线 那所以一样 找到了这一群人 不是 这一群直线 找到这群直线 我们去观察 他们的特性 就是怎么样 他们都 彼此平行 都彼此平行 都是 协力等于-1 只不过 我们每个 每一条直线 站的位置 不一样 如果把它想象成 好像排队一样 一个 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可能保持一个间隔 这个也可以 好吧 也许我们就讲说 这几条直线 保持我们的 这个Covid-19 对不对 Social Distance 瓦斯社交距离 不要群聚 这样子 所以要有一个 固定的距离 叫做平移一个单位 所产生的这一群直线 那么这群直线 它就是很标准的 叫做所谓的 平行直线系 平行直线系 所以这一群直线 想象中 你们就是一家人 就对了 你们都是有 共同特性的一家人 共同特性的一家人 所以 立体在做什么 它就是让我们去 把 在第八页 最下面那边 那个名词 平行直线系 的那个名词 去做个认识 去做个认识 去做个寻找 所以今天假设 我们如果随便 另外我们再去做一个 新的直线 譬如说 把画下来 今天如果说 我不要用1-y等于0 我今天譬如说 我随便找一条 我任意画一条 这条红色的线好了 那这条红色线 一样我们把它的方程式 大概简单的写一下 随便写 因为它这样写率 变成是正的 对不对 那它就是 比如说随便写 老师随便写2x 譬如说是 那个加3y 然后这个等于 负5好了 这样子 假设这条红色的线 它是2x加3y等于 负5的一条 某一条直线就对了 那么 等一下 应该是正5才对 因为它是到第一项线 所以 这不能改了 对 这个 写了就写了不能改 来 我们把它图一下好了 应该 目前的话 这个第一项线 这边应该是正5才对 应该是正5才对 所以我们重新写一下 对 不要差太多 2x加3y 等于 正5 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依照 这条红色的直线 2加3y等于正5 我们去产生什么 我们去产生 和它平行的一群人 当然老师现在是用红笔 随便的画了一下 随便的画了一下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所随便画的这些直线方程式 都可以找到答案的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跟2x加3y 等于5平行 所以它们的前面 斜率相等的情况之下 它们的前面2x加3y 就都会一样 那只不过后面可能 OK 来那个刚才应该是不小心就 老师在三楼的会议是这边 上一节不错都没有断线 就这节突然就断线 来我们赶快进来 来所以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再重新来 就是刚刚老师说 举那个例子很快再回顾一下 就是说 来 刚刚那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有一条 某一条直线的时候 那我一样去做一些 跟它平行的直线 做一些跟它平行的直线 那么 你已经有一条基准线了 我们刚刚讲的例子是 2x加3y等于5 对不对 所以其他跟它平行的直线 可能就变成是等于5 就变成等于6 等于7等于8 或者是变小一点 等于4等于3等于2之类的 它们 常数向会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那个 xy的系数一定会一样 因为平行线系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们的斜率相同 那斜率相同就会造成什么 就会造成它们的系数 xy的系数会一样 所以我们请看到下一页 这边就要讲这个东西 来第10页这里 我们看到下一页第10页这边 就要讲这个东西 来一样把它做个助记 因为ax加比较加c等于0 斜率是bm之复位 来注意哦 刚才上一节老师讲过 就是说 直线方程式里面的斜率公式 在高中范围交过三个 这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 叫做b分之复位 利用原来我们这个方程式的 系数a 系数b 我们去找到的这个斜率方程式 叫做 对不起 斜率公式叫做b分之复位 b分之复位 这个请一定要把它画起来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 在以直线来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那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 以直两点找斜率 叫做y0- y2-y1 我们简单写一下好了 就是 来老师简单写一下 就是那个y2-y1 然后呢去怎么样的除以 那个x2-x1 所以麻烦你要记得回忆一下 这样的一个公式 是斜率的另外一个重点公式 另外一个重点公式 这个不要忘记 这个不要忘记 当然第三个用斜角的 那个比较少用 所以那个忘了就算了 但至少是两个要记得 这样要记得 来所以看到后面这边的说明 维持xy 系数不变 维持这个系数不变 是不是怎么样呢 只有改变常数项 就可以得到一系列斜率相等 位置不同的直线 叫做平行直线系 所以第十页上面这边 请同学把第一行的中间 这个公式先圈起来 这个公式真的很重要 然后呢 他就是告诉你说 利用立体这边 还有shanish的一个练习 我们就发现 常数项改变 会造成位置改变 所以常数项改变打勾 位置不同打勾 这两个会对应产生 其他的就是什么 因为斜率不变 所以xy系数就不变 所以刚刚老师在讲说 我今天如果是找一个 2x加3y等于5的直线 去做平行平行平行 那么跟他平行的直线 一定是什么 比如说2x加3y等于5 2x加3y等于6 2x加3y等于5 甚至等于1分之1都没有关系 2x加3y等于 跟号5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不同的常数项 只是会造成什么 位置不同 只是会造成位置不同 但是都会彼此怎么样 平行 都会彼此平行 这样懂不懂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一开始 我们是要强调这个 所谓的平行线的一个重要性 平行线重要性 当然为什么强调平行线重要性 这个后面会讲到 目前就先卖个关子好了 这样子 来下面我们继续往 那个看到下面这边在讲什么 来所以观察图形5这里 观察图形5这边 它一样有这个结果 你有发现 这时候就是x加y减1等于0 斜率是负1的时候 当然就是左边高右边低 刚才立体斜率是正1 所以就是右边高左边低 对不对 那现在图形5的例子给的是 x加y减1等于0 所以这时候 它的斜率是正1 对不起 斜率负1 它的斜率是负1 小m等于负1 对不对 这一群直线 它们的小m叫做斜率 都会等于负1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样去做一个平移 减1减2减3 分别就发现说 好像是 那个点按错 在这里 来 这时候我们抓一个点谁 Y坐标01 跑到02 跑到谁 03 以此类推 我如果是减n的时候 那么这个 Y结局就会是谁 就会是n 这个Y结局就会是n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 保持斜率相同的时候 我们如果只是找一个点代表 去做一个移动 那么移动过去到新的点的时候 你这样往上移动一格 对不对 L1向上方平移 就会产生了 X结局会越来越大 Y结局也会怎么样 越来越大 来 注意最后一句话画起来 结局的变化就会和 常数向的改变 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要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我移动一格的时候 我从-1变成-2 这个系数常数向 当我从-2移到-3的时候 -2变成-3 你从第一个点来看的时候 从-1移动两格 就移动到-3 -1就变成-3 如果没有这个-2的话 我是不是移动两格 所以今天如果到n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从-1开始 Y结局-1 移动到Y结局 等于某一个n的时候 Y结局正1 对不起 Y结局正1 移动到Y结局是n的时候 那么常数向 就会从-1变成什么 -n 类似这个情形 类似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去观察 这一群直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的X向 Y向都一样 只不过 他们的常数向 不一样 而已 那这个常数向 就会影响到谁 就会影响到两个字 叫做什么 结局 影响到两个字 叫结局 那结局当然也是 以前讲过的一个名词 结局大家要尽量特别回顾一下 结局它一定 有正的 也有负的 也可以等于零 那么结局虽然有 距这个字 我们中文的翻译 虽然有距这个字 但它跟距离不一样 它结局不是距离 反而结局是一个坐标 所以这里我们再次把它强调一下 我们的结局 这个名词的这个观念呢 对不起 打错 结 结 结 在这里 结局它其实是一个坐标 好 那所以 既然是坐标 它就有可能是正的坐标 有可能是负的坐标 有可能是零 因为通过原点就会是零 但是如果一般我们做到什么距离公式 两点距离公式 或者是什么点到直线距离公式 只要是距离公式出来的 它一定要是正的 顶多 没有距离就是零 可是结局是可以是负的 这个部分我们要再次强调 我相信这些以前在高一的时候都强调过 只是说怕你忘了 我们再把它注意一下 把它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立体二 立体二就是要我们去观察那个结局这个东西 来我们请看到我们的那个立体二 立体二 刚才立体一的部分是去观察它的这个 平行 写率相等的效果 那现在我们立体二就要去观察我们的结局 来我们看到它讲什么 我们看立体二这边 以制作平面上有三条直线 2加Y等于2 2加Y等于4 2加Y等于6 对不对 那么这三条线与A轴的交点分别是A1 0 A2 0 跟A3 0 好 请你比较它们的大小 来所以注意到立体二在问什么 好 有三条线没问题 与A轴交点 所以这里请注意 与A轴交点旁边马上写三个字上去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是A轴嘛 对不对 那它就 我们就把它名称就把它称呼叫做什么 AX 就叫做AX截距 就叫做AX截距 任何的直线与A轴的交点 我们就把它叫做AX截距 那请注意 交点是有坐标嘛 所以这边是什么 那个A1 0 A2 0 A3 0 这样写起来的叫做坐标 可是当我们写成截距的时候是什么 当我们写成截距的时候 这个0就可以不要写了 我们就只要写A1 A2 A3就好 这样大家记得吗 所以我们如果单纯在表达截距的时候 我们只要写A1 A2和A3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写截距 它其实是在把这个坐标的一个样子 去做一个简化 把A1 0改写成A1 把A2 0改写成A2 把A3 0改写成什么 A3 就这样子 所以后面这边比大小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比什么 其实就是在比他们的拮据的大小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立体二 不要把它又想得很难的样子 它其实你想清楚它在问什么 它其实就很单纯 来所以这时候 这三条线 2S加Y等于2 2加Y等于4 2加Y等于6 这个都已经可以固定的画出来 而且在画之前 你会观察到 它们都是2S加Y 都是2S加Y 都是2S加Y 对不对 所以你还没有画之前 心里就要有个想法 就知道说 我要画这三条线呢 它们就是彼此平行的三条线 彼此平行的三条线 所以 好 要再下来 找A轴的焦点 就是找A结局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怎么找 找A结局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令我们的Y等于0 令我们的方程式里面 命令的令 令这个Y坐标等于0 怎么样呢 带入 来 写错 不是这个带 带 那个 等一下 带入 带 对 这个带对了 来 所以注意 我们怎么样去找A结局 一样复习一下 这都不是新的公式 2X加Y等于2 要去找他的A结局是谁 就是另外坐标等于0 2X加Y 对不起 2X加0等于2 所以答案X等于1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 这个 10 就是我们的 坐标 所以 它的A1 答案就是1 以结局来解释的时候 来说明的时候 就不要讲0了 所以 为什么讲说 结局是我们 坐标的一个简化板 它是一个简化板 它把那个0就省略了 就省略了 好 同样道理 我们第二条线 一样 另外等于0 所以2X等于4 第二条线的A结局答案是2 同理 2X加0等于6 所以A等于3 第三个点 或者说 第三条线的A结局答案就是3 第三条线的A结局答案就是3 好 所以现在是不是找到了 对不对 比大小 那很简单吧 A1是1 A2是2 A3是3 那比大小就很好比 对不对 A1小于A2小于A3 这样就做完了 好 所以大家懂意思吗 立体二 它给我们的直线 我看看 其实它 对 因为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要我们画出来 它只有说找出焦点之后比大小 所以基本上这个图形6可以不画 这样大家注意到图形6当然就可以不画了 因为如果单纯就它的那个题目的意思来看的时候 它并没有要求我们画图 它只是要求我们找到拮据找到AXO焦点之后去比大小而已 所以其实立体二 这个图是可以不写的 可以不画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说有时候编课本的老师 他是怕大家没有搞懂那个意思 所以他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当你画完这三条线之后 一看确实它们是彼此平行 然后我们只要针对谁来做问题 针对这个A结局老师圈起来这三个点 比大小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很快的回顾到刚才说 找A结局的方法就是令Y等于0代入 相对的我们所要练习是要找什么 找Y结局嘛 对不对 就反过来 要找Y结局的时候 就是令什么 令X等于0代入 所以这个老师待会就不写了 待会就不写了 因为都是相同东西 等一下忘了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才可以移动 来我们现在很快看到我们的下一页 第十页这边 虽然它这个结论写在这里 所以其实只要写这个就好了 就是坐标嘛 那也结局一二三 这样就做完了 来我们看第十一页 一样立体到这边 假设这三条线与Y轴的焦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问的问题是 与Y轴的焦点 相当于就是在找什么呢 要证明一下 就是在找我们所谓的叫做Y 结局 所以虽然立体就是跟着立体二有关系 就是说立体二是在找 X结局 虽然立体就是找什么 Y结局 就找Y结局 那所以要找Y结局的方法很简单 这个令什么 X等于0 令X等于0 带入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第一条线是什么 2X加Y等于2 对不对 所以变成0加Y等于2 来我们就直接写它的那个B1的部分 B1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直接写了 B1的部分大家自己跟着写 2X加Y等于2第一条线 所以令X等于0 变成是Y等于2 所以B1答案就是2 做完了 这个根本心算就可以了 来第二条线的Y结局是谁 2X加Y等于4 所以令X等于0 Y等于4 所以代表B2等于4 来 B2就会等于4 大家就自己把它写一写 再来2X加Y等于6 一样道理 令X等于0 所以0加Y等于6 代表说B3就等于6 B3就等于多少 6 B3就等于6 好 所以这时候 最后的结论 来请大家怎么样 比大小 对不对 做什么 比大小动作 那所以当然一看就知道 B1是2 B2是4 B3是6 那所以当然就是B1小于 B2小于B3 所以我们选到内写的答案 很快的把一句话写完 对 对 赵永现在又进来了 来我们很快一句话把它写完 就是B1小于B2小于B3 好结束 所以双利写2在问的东西 就是把这三条线的Y拮据找到 那么找到Y拮据之后呢 做一个比大小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立体一立体二都不会很困难 因为都是把 有点像是把以前高一的那个直线方程式去做一个复习 那接下来也是一样 那接下来也是一样 二元一次方 二元一次的不等次 这个也是等于在复习 你有没有发现 这也是等于在复习 也等于在复习 来我们把它的那个 画面移动一下 来我们请看到 接下来看到第十一页的第二段这边 我们一样复习一下 回顾一下什么叫做二元一次不等次 二元一次不等次 那么当然看字面上就知道 顾名思义不等是什么意思 就是多了这两个字嘛 叫做不等 那不等的意思是什么 就代表说你可能是大于 你也可能是什么 小于 因为我们一般而言的方程式三个字 equation这个单字 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就是等于 对不对 以方程式而言 它就是只有等号而已 那不等式的话 就是把这个等号改成大于或小于 当然有可能是大于等于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是小于等于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我们把等号改成大于或小于 这种叫做不等号的时候 我们的方程式就叫做 二元一次的不等式 所以这个名称上是跟着我们的符号 在一起联动的 在联动的 来所以这里也是这样 把这个不等式的做法 很快复习一下 这都是以前学过的 所以老师这边可以讲快一点 来图形7这里 做x加y小于2的这个答案出来 所以很快的回顾一下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x加y小于2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去做等号的 这条直线 做等号的这条直线 来我们把那个画面往上移一下 就是 等一下 来往上移动 大家看到下面这三个图 看到下面这三个图 就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去做 x加y小于2对不对 做x加y小于2 那所以这时候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去把这个直线本身 x加y等于2做出来 那再来怎么办 小于或大于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一个叫做半平面 hub plan的这个半平面 对不对 意思就很像什么 我们这条直线画下去之后 其实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把整个平面 这个直线就好像一把刀一样 一切 变成右边一半 左边一半 或者说 右上角一半 左下角一半 这样子 一刀两 把它切成两半 这种感觉 那么这两半 其中有一半 就会是你所要的 那另外一半 就是你所不要的 或者说另外一个 不等设的答案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 小于2 怎么样 OK好 来谢谢 来那么所以 我们先把这个 做个总结 就照相 来所以要去画 这个半平面的时候 做圆点 选圆点去做个参考值 00加起来小于2 0小于2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在 这一条直线的 这条直线的左半边 去做一个斜线 代表是我们的答案 右半边就不要 这是我们在做 不等式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画完直线之后 找一个圆点 来做一个 一个基准点 让我们判断方向 让我们判断方向 好吧 那那个剩下的 第八页剩下 我们就下礼拜再上 我们先到这边好了 我们先让爱肥照相 来 大老师把那个分享 我先关掉 来吧 照相吧 照相吧 要不然马上就要切掉了 剩一分钟不到 来 大家露出可爱的笑容 再远一点 要不然头太大 那待会切掉之后 我们就自动下课了 拜拜 大家挥挥手 拜拜 下礼拜见 我们下课了 再见 我们下课連 感谢观看